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 2023年 1月4日 已經是星期三了 今天要跟大家說一下 在元旦 又或者是說1月1日凌晨的時候 當大陸要跨年夜 即是我們的隨直 大量的人 湧上街頭 除了有部分的自發要出來表達一些意見之外 其實 他們很多是被政府組織出來的 我們就有 消息看到 武漢組織了大量的人上街 告訴大家 能陽進陽 快點感染 快點確診 今天要做到 個個都確診 之後大家康復就可以出來做事 這個 其實就是中共的如意算盤 這次不單止是 武漢 其實是在南京 重慶 長沙 然後 很多大城市都出現了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會看到一個影像 就好像人們忘記了疫症 到處都出來 去 聚集 大規模的人群聚集 當然 他們要控制 只是想人們出來 互相感染 互相確診 不過 我們也看到 這次有很多地方 例如在荷蘭 有人放煙花 警察 鎮壓 結果鎮壓不成 警車還被人推翻 這裏就是 河南的鄒口 另外 南京也出現了一個很獨特的情況 就是那些人湧向孫中山銅漲 他們 被警察封鎖的 當時不給 但是他們 大規模的衝破警察的防線 衝向孫中山銅漲 表達 對以往民主的響往 其實 也是一種政治的表態 這些人 全方位不同人 擁去孫中山銅漲 其實是從來未試過有這樣的景象的 當時這個地方叫新街口 有些人衝去的時候 是由四方八面的人擁去的 這個場景 真的很令人振奮 當所有人 對獨裁者 沒有不理的時候 當你即使警告了之後 他們 中共的政權 越來越岌岌可危 河南的煙花事件也是一樣 這次我想說一下 除了 這個放煙花 除了衝去 孫中山銅漲之外 其實 這次是很多地方 他們的政府 由於自己可能覺得 感染人數不夠 我們還未全面確診 所以 他們是慫恿 組織很多人 當日上街 希望達致 群體感染 個個讓 沒事吧 也有部分人 封得太久了 受不了 所以 個個都衝出來 好了 他們其實目的就是 目的就是 想著盡量用於兩個月 時間 最好在兩會之前 尤其是三月份的兩會之前 盡快 個個都感染了 然後 到時 就可以營造 景象 你看看我們決定英明 現在個個都好了 我們恢復工作 恢復生產 這件事 其實 中共是在這裏預算的 他 不理你甚麼事 侮辱不理 照開放 你死則就死 能陽則陽 能死就死 不理你 出現甚麼情況 這樣其實 反而我覺得 會造成一個反效果 因為本身 我們也知道內地很多人 他們那種 身體狀況 跟外國不同 現在大陸 又出現了新變種 所以 在大陸 查過的紫柯藥 有一個叫蒙脫石散 搜尋蒙脫石散 即時成為微博熱搜 因為 大陸也出現了很多人的症狀 就出現肚痾 肚痾這個症狀 外邊很少 剛剛我有朋友報導 他們中了招了 快測確診是陽性 他最初 都不舒服 發燒頭痛 吃了藥之後覺得舒服一點 沒有想像中那麼辛苦 這是香港的 大陸 我們身邊的朋友也中了 但是 沒有說到好像北京那種那麼嚴重 大規模的死亡 可能跟這個人的 平均年齡層有關 畢竟深圳的朋友 相對年輕 而北京那些相對老一點 因為北京是很多老幹部 老退休人士的地方 所以人口 相對年紀大一點 中共其實想怎樣 其實 他就是目標 覺得很快大家康復 群體免疫 群體感染之後 群體免疫 之後 就可以開放 之後就可以做回生意了 外國不是這樣看 因為你們一直都是隱瞞疫情 外國也很怕你們這次1月8日 全面向世界封關 是不是 現在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現在習近平連任了之後 沒有人反對他 他想做甚麼都行 他這次開局 覺得 沒有問題 我們開放 開放 結果 一大片混亂 很多地方的感染率已經到了八成 尤其是北京 湖北省 也是 河北省也是大量的感染 河北省也是大量的感染 湖北省也是還沒有的 所以他們要追進到 要鬥快 鬥快羊 鬥快羊 希望 可以感染的就盡量感染 可以死的就死吧 我們看到其實習近平 對於整個防疫 其實也很混亂 因為他其實也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了整個方向 因為 由這個政治局會議11月份開始 其實他就沒有對防疫作出指示了 根本他也不懂指示了 所以 我們看到現在指揮的可能也是國務院系統 那麼亂 我們另外 可能也要開一節 現在 國務院 李克強也沒有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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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一種政治的鬥爭在這裏 另外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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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說這裏 就是他們的如意算盤 因為他們竟然發動在全國 在全國搞一些跨年 倒數活動 好了 全國加揚 你揚我揚大家揚 14億人 是不是最好全部揚了 在兩戶之前 不過 他們計漏了 就是有人 反覆羊 叫做黃蟲羊 不是楊過 不是楊康 是黃蟲羊 現在 我們看到有開始的症狀複雜 不是他們所想像的 很多時候 Omicron 香港就是 外國也是 我們看到英國 基本上人家已經不再報了 當作是傷風感冒 但是 大陸不同 大陸出現了 不同的變種 不同的病症 不同的病症 後龍痛 初期是會 白肺在外國 其實已經消失了 聽聞 最近有網友在美國已經有人 說白肺 美國現在有一個新的症狀 就是會肚子 接下來有機會是最新的一個 會主導整個疫情的一個主流病毒 就是會肚子的 XBB 現在已經有人把這個病毒改了名字 雜包包 X屎包包 XBB 雜包包 這病毒當然會肚子餓 所以他們 找紙哀藥蒙脫石散 網友傳給我說正路院 已經是炒得很貴 但是我不明白另外有個網上的消息 那些網友傳給我看 就說廉慈甘炒得500元一瓶 我不明白 為什麼炒廉慈甘呢 廉慈甘 喉嚨痛舒服舒緩喉嚨痛 這些東西照的大把 怎麼會炒到500元呢 我也不明白 知道的網友 麻煩話發給我 他們的如意宣判 就是希望 在兩會前 全國都讓了 之後 就會好 這是他們一廂情願 大陸的情況很複雜 他們 好像沒有康復了 有很多人 病了之後 康復了之後 康復了之後 今天我最離譜了 我們看到一件事 我Facebook分享了 我也不肯定是真是假 他就說 我家老婆走了 我要把他送回老家 這邊殯儀館不接收 你那邊安排好就告訴我 我把電腦帶的 然後他問他 什麼事 不是好嗎 他的朋友問他 第二次感染 胡董前幾天就走了 胡董可能他老婆就是胡董 怎麼會這樣 你們不知道北京多嚴重 公司兩個女的 才32歲也在子幾天 離開了 我也不肯定他說的話是真的 不過 有人在Facebook分享 我也會分享 我也不肯定 堅定留啊 真是很嚴重 所以 北京的如意算盤是不是那麼容易打得響呢 現在那些人反覆地揚醒 又或者出現新的病症 他還要把這個病毒傳出去 日後你想開工啊 你想復工啊 那些人就會封殺你的 所以 你看到習近平他們的想法 是真的好想在一邊 他們以為可以 實際上 現在的情況還是很複雜 我們也完全猜不到會發生甚麼事 所以大家只能夠靜觀其變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我們另外一開始說一下 現在他們很明顯好像想 把一隻鑊子扔給李克強 已經出了一些文章 不關我的事的 是國務院的 我們另外一開始說一下李克強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張誠偉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